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再来测试一下那个方向 方向在整个画面上,整个舞台上面 那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的整个 画面里面有运动,有人 就是有视讯在移动,那他会计算整个运动的总量 那如果往右边呢,大概就会显示 就是90左右,往这个地方大概是45左右,那往下面大概显示大概180左右 往左边大概就是会显示在负的90左右 或者是270 好,那这个数字 我们要让他做一些回馈 好,那么所以如果 我们现在做一个,比如说 这是那个7 门口的监视器好了 那如果往这边进来,就会进到7 进到7 那往这边,往这边右边过去呢 就是要出去7的意思 那我们就让他说,欢迎光明跟谢谢光明 那刚刚讲这边是0到180 那么所以 这个数字如果大于 在0到180之间 那0到180之间怎么做呢 写 这边,运算这边有一个 汉 汉就是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范围了 所以如果这个数字 是大于0 大于0 大于0,而且 小于 180 小于180 把他丢进来 对不对 这是往右边移动 对不对 这是往右边移动 对不对 对不对 否则 如果不对 就是往左边移动 所以我们只有两种情况 那我们就用 如果 否则 所以 如果符合这个范围 他就是往右边 右边我们刚刚讲是出去嘛 所以他要说 谢谢光明 谢谢光明 就说 切切光明 好,那相反的 如果他是 就是 除了这个 就是往右边以外 那往左边就是 欢迎光明 往左边就是欢迎光明 那都用一秒就好了 好 同样 所有的 增测 都要加 重复执行 让他一直 增测 好 那如果你要看到那个数字 就刚刚一样加个变数 那我们现在就 不管了 好 那我 当我按那个 好 日期的时候 要开始执行 所以你看 我如果整个变动量是往左边 那就欢迎光明 往右边 谢谢光明 往左边 欢迎光明 往右边 谢谢光明 欢迎光明 谢谢光明 好 就 就他可以判断你是往整个画面是往左边还是 往左边 往右边 好 所以呢我往 往这边出去 就谢谢光明了 我往左边进来 诶 欢迎光明 谢谢光明 欢迎光明 有没有 好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向增测的方式 来请你试试看